大月嗨 原来我也会角色扮演系列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哪一个工位呢 就是 嘿嘿财博工 那这个财博工 至于我们的命盘上面呢 我们知道在本命盘上面讲的叫做态度跟价值嘛 我对于钱的概念呢 我到底会怎么样的花钱运用 理财 这一些都叫做我对于钱的态度跟价值 当然也包含了我天生对于钱的这件事情 我有什么样子的能力跟个性 那你要说这个没有钱也活不下去对吧 所以呢或许我们可以把财博工 也当作是我们生命的权源 是没问题的哦 那在本命盘上面讲的单纯的就是 一个态度跟价值嘛 所以啊当我们要讨论真正在钱的运用 实际运用的这个部分呢 还是要参考到运线盘上面哦 大线小线流年 这一些运线盘上产生的才会有实际现象的发生哦 那么我们把工位里面的新药呢 可以视为我个人的财务大臣哦 那在这一个运线里面呢 或是我的本命盘上面哦 我对于钱有什么样子的观念态度 我怎么样使用就要来看这个新药呢 在这一个工位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特质让你去发展哦 在运线盘上面实际上发生的情形呢 其实还是要看整体的搭配哦 同学千万不要看到上面有煞技 就觉得完蛋我一定很缺哦 你知道吗 有时候就是因为缺 你才有更多的动力去赚 对不对 好 接着呢 我们就来把十四祖星放到财播宫里面 来跟大家做介绍 我到底在这个工位里面 我会做什么样子的角色扮演 首先我们要先来介绍的是 紫微星 还记得紫微星是一个很尊贵的新药吗 基本上呢 紫微星放在财播宫里面 对于钱的这件事情 我一样要套进去尊贵的这件事情在上面哦 我当然还是希望被尊崇的 比如说 我如果能够买名牌 我当然不要买杂牌了哦 比如说 我可以进大公司去赚钱 我当然就不会挑那种 名不见经赚的小公司 对吧 只要是在花钱用钱的这件事情上面呢 我可以得到被尊重被尊崇哦 那么它就会是对应到紫微星在财播宫的 用钱理财花钱的态度哦 第二个要介绍的是天府星 天府星是一个很务实的运筹帷幄的这样子的新药 这样子有谋略跟有计划的新药呢 对于它不管是在怎么样使用钱财的这个部分 它们都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掌握住 所以天府星在财播宫呢 相对于其他新药来说 它能够更稳定 更重视财务的部分的运筹哦 所以天府星在财播宫算是还不错的一个组合呢 第三个要介绍的是天机星 天机星呢 它是一个数理逻辑能力非常好的新药 也很聪明 所以对应财播宫这个需要运用数字的工位呢 它自然有比别人更厉害 更能够理解 更快的运用的一个数字概念 所以对于理财啊 用钱啊 自然有一套它们的准则 只要在没有遇到煞迹的情形之下 基本上运用都可以得已哦 那么很有趣的是 因为天机星带有变化的含义在 或许你会发现 天机星的人 它也有可能买房子 但是它是买来卖 它会去计算中间的价差哦 那也吻合了这个变动的特质哦 天机星是一个善于变化 而且数理很好的新药哦 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天良心 天良心呢 也是一个很博学的新药 而且跟天机星很像 天良心的数理能力 其实也很好 而且呢 它们对于理财规划的这件事情 它们也很能够做功课 所以一样的 当没有遇到奇怪的情形的时候 天良心在财博工的这个理财能力跟态度 也是很不错的哦 好 下一颗 我们要介绍的是 天同心 天同心是一个非常乐观 也很快乐 愿意享受的这样子一颗新药 所以当天同心出现在财博工的时候 它们很懂得怎么样对自己好哦 怎么样的去吃喝玩乐啊 怎么样的去学习吸收知识哦 快乐享受呢 才会是人生的重点啊 所以它们会以丰富自己的人生为目标哦 它们或许不是以投资理财为目的 但就在它们丰富人生的过程 或许在运气好的时候 运现好的时候 也能够帮他们慢慢的累积财富呢 这个是天同在财博的时候 那下一颗 太阳星 太阳星呢 它是一个以名为贵 它也是个需要尊贵尊重的一个信要 但是呢 跟指挥星不太相同的 它在花钱用钱理财的这件事情上面呢 目的都是希望它能够在群体里面 能够赞得取得一席 很不错的 被尊重的 被尊贵的地位 所以当太阳星在你的财博宫的时候 不要太开心 不代表你的财博宫 这时候发光发乐 没有哦 太阳星呢 它是因名而贵 所以当有太阳星在财博宫的时候 基本上可以好好的运用 这一些它的条件特质 因为有了这一些名望 有了这一些地位 而带来大家给予它的尊重 跟带来其他的财源 它是渐进式的 它不是说 你的太阳在财博宫 还太阳化路 哇听起来很好 没有这回事哦 太阳化路就是我对大家非常好哦 知道吗 所以太阳星在财博宫 一定是要先取得它一个尊贵名贵的地位 才有机会帮忙带来财源哦 即使我在花钱的部分 我也是大方的 因为我要照顾大家哦 这个是太阳星 那么下一个呢 太阴星 太阴星还记得是一个温暖的 像妈妈一样的照顾的星要 所以当太阳星在财博宫的时候 它还是会以照顾为前提哦 因为我要给予大家足够的照顾 所以我必须要累积到足够的资源 我才能给我的家 给他们有很好的照顾 对吗 所以太阳在财博宫的时候 我也会有这样慢慢累积财富的 这样子的态度跟价值 那么我怎么照顾呢 当然是首先吃穿要不予余力 所以啊 对于生活中的吃喝玩乐的这些事情呢 太阴星也是很拿手的哟 好下一颗 七煞星这个还蛮特别的 它虽然是一个很坚持很固执的星要 但是其实在七煞星的对面 一定有天府星 还记得天府星吗 这一个非常运筹帷幄很有能力的星要 所以有个天府的内心在帮着他 其实在没有遇到其他的状况杀机之下 七煞星在财博宫 对于钱的这件事情 他们还是能够处置得已哦 只要不要那么的固执 那么的坚持 基本上对于理财的这件事情 他们也多半都能够处理得非常好呢 破军心 花钱 是人生浪漫的一部分啊 这个拥有很多梦想的星要 其实一样了哦 当他没有遇到些奇奇怪怪 还有一些杀机的时候 基本上破军在财博宫的人啊 他反而是那一种非常敢投资 非常敢花钱 也非常敢赚钱的一颗星要哦 但是当杀机进去的时候 当然就有可能会产生了什么样子的迫号嘛 破军心本来就是个破号之心哦 所以这个拿捏就需要好好小心哦 贪狼心呢 是属于一个很有欲望的星要 所以我对于钱这件事情很有欲望 而且我也很能够学习 所以像这种啊 懂得怎么赚钱 懂得怎么花钱 这个就是贪狼心在财博宫 所拥有的特质跟特性哦 巨门心呢 它是一个比较没有安全感的心要哦 所以当巨门心出现在财博宫的时候 这样子的人天生呢 对于钱财的这个部分 他们有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哦 但是你说具有不安全感就赚不到钱吗 其实没有哦 他们没有同等号 他们只是没有安全感 总觉得好像不够哦 我赚的不够不太安全 所以反而对钱会有更妥善的处置哦 像巨门心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个跟嘴巴有相关的心要哦 所以就这个巨门心啊 会还蛮特别的 它特别适合什么呢 以口为业的工作 那一种需要沟通的啦 吃喝玩乐的啦 教学的啊 运用到你的嘴的工作 都还蛮适合有巨门心的哦 联真心呢 是一个非常有磁场 很有魅力的一颗心要哦 所以在这种比较重视人际相关的部分啊 联真心在用钱花钱 理财的这件事情上面呢 当然他也会比较重视在这一块上面的运用哦 跟人际相关的哦 跟人际相关 或者是跟人员相关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哦 任何方面种种 都有可能是联真心会运用的一些 态度价值跟模式哦 那么另外 因为他们也很有磁场的 这一个特殊的特质在哦 所以呢 他们其实也很愿意花钱去学习这一些 关于身心灵啊 关于宗教方面的事物哦 当然他们愿意花钱学习这些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运用这一些的能力 帮自己做裁员来裁的方式呢 也是有可能的哦 下一颗天象星 好 一样哦 天象星呢 他也是一个重视人际跟人脉相关的一个心要 而且他们有自己帮自己订定好很多的规则 跟规矩在哦 所以你知道吗 人脉就是钱脉哦 对于天象星而言 他的这一些周围的人脉 自然也是能会让他好好的运用对于钱的这件事情上面 好好的去布局 好好的去运用哦 这个是天象星的特色 唯独是当天象星如果遇到煞机的时候 就还是要特别小心哦 我们知道这个很容易有约定破坏的状况嘛 所以啊 当你有财博工有天象星 又遇到很多煞机的时候 这个人跟人之间的沟通 约定自然要特别小心特别注意 不然还是蛮容易损财的哦 无曲心呢 它是一颗非常勤奋 非常愿意一步一脚印 我努力工作 努力赚钱的这样子的一个心要哦 那么无曲心呢 它也是一颗正财心 所以当无曲心放在你的财博工的时候 其实它真的是放对地方了 你对于花钱用钱理财的这件事情呢 你一定会相对的务实 而且你会相对的愿意去付出很多的努力 算是很不错的一个心要哦 但是还是一样哦 要小心有遇到一些奇怪的状况啦 化剂啦 毕竟在财博工里面的财心 当有遇到煞机的时候 就以煞心来说 它可能会有一些些额外的 因为处理的方式不OK而造成花费 但是呢 化剂这一件事情还蛮特别的哦 化剂叫做我觉得有空缺嘛 所以当你的财博工里面 有无曲心化剂的时候 我可能觉得奇怪 我怎么怎么赚钱都不够呢 或许在这个不舒服的情形底下 会让你更想要赚更多的钱呢 有没有机会赚大钱 还是有的哦 基本上化路化全化剂 在财博工跟着无曲心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某个层面来说 都算是不错的一个相辅相成的动力 唯独化科可能比较伤脑筋 我们知道化科叫做出现了 有没有被发生了 曝光了 当你的钱曝光了发生了 代表着什么呢 或许你财就露白了对吧 所以大概就是只有化科 会让你财露白伤脑筋一些些哦 其他不管你的无曲心在你的财博工 化路化全化剂 基本上都不要担心 他对你都算是有帮助的呢 我们在财博工的这一个工位里面呢 我们会怎么样的面对这个工位 我们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样子同学有明白了吗 我发现了就是 那个确认的工作 有点有灯狱的工作 因不清谈的是